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人说 法脉要常传 一定要人人都成为历史的人 也成为史记的人 将每一个人的大藏经 都如实地记录下来 而在古代没有纸跟笔的时候 靠的就是每一位弟子 能够口耳相传 将金藏能够结集起来 流传万事 在印度纸张还没有发明之前 经文其实是刻在一种叫做 贝多罗树的叶子上 那后来就称之为贝叶金 今天我们很高兴 邀请到于远炫老师 来为我们做解说 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能不能请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贝叶金对于佛教的发展 在古印代时代的一个影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因为任何一个时期的文明 你发明的这个文字 能够记在载具上面 那都是一个大功一件的事情 包括中国也是一样 就是发明了纸 然后才能够把这些文字 很快的把你的思想也传出去 因为我们从这个文明的进程来看 你一定是先从口传时代 然后进入到文字时代 那口传时代的时候 你要学习就要把它背下来 就要把它记下来 可是人的记性是有限的 记一记就忘了 然后故事就会越传越多版本 所以口传时代里面来讲 有很多都不可靠 可是当这个文字出现 记录在纸张 或者是其他的载具上面的时候 他就变得非常的可靠 但像中国最早记录 就是记录在龟壳跟兽甲 甲骨文 那在印度 他就是拿这个贝多罗树的这个叶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是常见的东西 贝多罗树是棕榈科的一种植物 它有点像那个叶子树那样子 然后叶子是很长的 长长的 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叶子 就是收集好以后 做一些剪裁 蒸煮晒干 然后就开始去科制 这样子就把经典的东西 文字的东西给传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智慧 那这样这样的东西到后来 纸张就是印刷术跟纸张 普遍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这个 这个佛经可以流传下来 所以到那个时候 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 贝业经的这个流传的话 那我们还要靠着 是口耳相传的方式 那当然真实度就会欠缺许多 对 但是这个贝业经 有很多的缺失 因为它就是容易损毁 也因为这样子 它就更珍贵 所以我们看到贝业经的时候 要知道这是先人的智慧 还有就是印度人民的这种努力 一种文明的进程 所以那个时候 在法师从印度带来的时候 他们就是拿着贝业经 来到中途的吗 对 我们看到贝业经不是一片树叶 不是看起来一片叶成那样 已经串 已经做好 已经是做成一个书的一个形式 是狭长形的 然后里面有用贝丽文 去书写很多的文字 当然这里面会有一些磨损的地方 会有一些 因为你长途跋涉过来的时候 你总会有一些损毁 而且气候等等的都不一样 可能受潮了 受潮 宠害等等 对 就会有这样的东西的问题在 所以把它辛辛苦苦的带回来之后 还要再整理一遍 它当中还是会有一些损耗的 然后你要想办法把这些损耗的 可能就是当时看的时候 你可能还记得 可以帮它做一些补充 所以翻译佛经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那就变得很困难了 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 有这样子的一个流传 甚至有这样子一个主师大德 把这样子备业经带过来之后 能够这样做翻译也好 做保存也好 我们才有今天的佛经 一字一句的这样子 能够走入我们的心 没错 今天非常感恩老师 为我们做详尽的解说 的确看到这样子每一举一动 才能够把这么样真实的 珍贵的历史 能够拿到现在来 我们更是要珍惜 这佛经当中的一句一句 要深入我们的心 意境法师与纠摩罗时 真谛大师 玄奘法师 并称为四大意经家 而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是西明寺意经厂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 邀请到历史学者 郭凯明教授来为我们做解说 教授您好 能不能请教授为我们介绍 这四大意经家 那在这四中国佛教史上 有四位并称四大意经家 那这四位里面呢 有两位不是中国人 两位是 那像一般我们最常提到的 就是纠摩罗舍大师 中国在隋唐的佛教 之所以能够大声八宗 这么兴盛 很大一部分要感谢纠摩罗舍 当时所议的那些经典 因为没有他 我们今天不会知道 什么是波罗空意 真正的波罗空意 是他来了 中国佛教徒才终于领会 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三顿钟 那再来有一位真帝 真帝三藏 他是在南北朝的时候 在南朝良辰之际 到了中国 那他是唯一没有到北方去的 他是主要都在南方活动 他很重要一块是 他翻译了古为世学的一些经论 那这些经典经论后来也在中途流传 但是并没有很完备 因为他所处环境的原因 所以后来才又有玄奘大师 悉行求法 所以才把完整的维世学 带进中途来 那这边也很有趣一个地方 就是这四位都被称为三藏大师 那在以前要被称为三藏的 大部分都是中亚西域或印度来的僧人 一直到了玄奘大师才被称为三藏 在此之前的都很没有中途的出家人 被称为三藏 那我们所以要得到这个称号 没有那么容易 要懂精通经理论三藏 所以玄奘大师之所以会在 现在不只是中国佛教徒心中 整个世界佛教徒心中 有一种崇高的地位是 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途出家人 那他整个二十年翻译生涯一面 维世学因为他落职跟中途 还有把英明学带进来 那整个可以说是中途维世中的出主 就是他 再来另外一个又可以被称为三藏法师的中国出家人 就是我义进法师 义进法师他跟他们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事 他翻译的经律论 经典这一块他主要着重在绿脏绿点的部分 尤其是说一切有不律 所以今天中国的律宗之所以能够独立成宗 那在整个绿点能完备 义进大师的贡献非常大 因为他补足了这一块 而且他不是指翻译 他还具体地去观察了当时印度僧人 如何具体实行这一些戒律条文 所以他把他的观察也有做一些记录 然后也流传在中途 然后让中途的佛教徒有所依循 有所参照 所以这个是义进法师 他的翻译之所以跟其他三位不太一样 而且又特别需要去提到的贡献所在 那想请教教授 其实这四位他们都有相待的关系 例如说我们也在高僧传里面看到 这个义进法师就是受到了 玄奘法师的影响 那相信之前也都有一些相待的影响 能不能请教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相待的关系 义进法师他从小那时候出家的时候 他就听闻过玄奘法师 悉行求法的壮举 所以他是研究过的 因为他当时很倾慕玄奘跟法险两个人 那这两位法师都是走陆路去印度 然后法险是后来走海陆回来 所以他详细研究过他们的 佛国记跟大唐西域记 所以他后来责定走海陆风险比较小 这也是为什么他也是很不一样 他是唯一从海陆去 然后从海陆回来的 而且是我们目前文献上来看成功的 去又回来 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戏称说 这是对他来讲 是当时佛教史上一条伟大的航道 因为是他 他是经过研究的 然后后来这也变成是一条 当然是跟当时海上思路的圣行 是有关联性的 今天非常感恩教授 为我们做详尽的解说 感恩 感恩您 这几位高僧都是易经家 虽然每位法师的经历都不尽相同 但是都有着同样为法捐躯的坚毅精神 因此我们要更对经典起恭敬珍惜之心 以报答历代高僧传法之恩 旧事要从旧心起 旧心唯一的灵方妙药就是佛法 法药先入心 才能够自度度人广行菩萨道 感恩祖师大德 为我们弘法传法 让我们得以传承菩萨愿力 救世也救心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高僧心仪 稍后请继续收看高僧传 易经法师 天使三里节 就已经离归印度 老百 就有老地的心理不死 现在水连都回来了 但是 我们感官 来个准央难害 可 小狗啊 金言 便宜去平安回转了 为什么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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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咪